昨天又有10架的共机侵扰 那其中有一架是运巴反潜机 飞到了我东部的海域 再飞出我防空识别区 那军中分析是指出 共机昨天的动作应该是和帛琉总统 会数人访台 以及呢这个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同行相关 那我空军派遣了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 那也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 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同总统会数人访台 台湾的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昨天是表示了 美国不避讳大使随行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应该不是单纯的为了防疫 或是帮台湾巩固邦交国 而是呢有更多的政治以及军事战略的意涵 不排除未来台湾有可能参与美国 在相关海域的联合操演 好所以我们持续来看到这一回呢 美国驻帛琉大使是随着总统一起来访台 那国际关系专家赖月前就表示 这个是很特殊的外交习惯 也可以看作是在旅行台湾旅行法 那这样对美国国会的鹰派算是有个交代 拜登他不但继承了川普的这个对台或是对华的 或是对中国大陆的策略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继续要把这个中美的关系要升高 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一方面的动作要升高的时候 二方面他又一直说我们在气候暖化可以合作 朝鲜的问题你也要来做一下 然后伊朗的问题可是王毅才刚到伊朗去签了 25年了不得了啊 而且是4000多亿美元 已经定案了 4000多亿美元而且交换什么呢 交换伊朗供应中国大陆稳定的油 而且还打折传说来 而且还说那油要用人民币计价 用人民币计价 4000亿用人民币计价等于是美元会贬低 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受不了 美国人这样印钞票了 你看川普印了两兆 拜登又印了1.9兆 现在又打算要印3到4兆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人赚的钱全部都赔光了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台湾 假设鸿海国台名很强大吧 很强大对不对 卖手机 这个千金万苦做了几亿个手机 卖到美国去帮iPhone做嘛 他赚了5% 他是赚了5% 可是这美元一扁只扁了10% 他倒贴5% 那你手上满把美元你怎么办 假设你今天是郭台名 你现在手上满把美元 结果那你当初辛辛苦苦赚来的 结果一下一蹦一跌 跌了10% 那剩下多少钱 你倒贴 所以你等于是帮美国人做奴工 你想想看 欧洲人 台湾人 全世界各国拥有美元的 我想你们手上都有美超 你们的美超都已经贬值10%了 你觉得你亏不亏 划不划算 当你觉得不划算的时候 你要不要改变美元霸权 美元垄断的地位 如果要的话 那要怎么做 那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动手了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赶快反制 反制就是把这个帛琉的这个 他到底是帛琉的大使 还是台湾的大使 还是美国的大使 我都已经搞混了 反正就是很特殊的外交的习惯 跑到台湾 它叫做旅行的台湾旅行法 这样的话对他们国会的鹰派来讲 对美国的民粹主义来说 可以交代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传出 大陆在去年在疫情期间 捐赠帛琉高达5000万元的 物资 那企图就是要来阻碍台湾的国际空间 来台访问的帛琉总统惠顺 昨天就表示 大陆和他接触的时候 就说机会时间有限 那惠顺就表示了 其实帛琉之前 很多的旅客都是来自大陆 那民众当然也非常兴奋 非常欢迎对来未来的期待呢 发展也是非常的期待 但是后来人数一下子就下降了 感觉好像被逗弄了一下 他就说呢 你不应该先打你老婆 为了让他爱你 惠顺人是说 伴侣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 友谊之间要互信互利 不应该由哪一方胁迫另一方 而惠顺人已经开启了 放台的行程 昨天晚间举行的国际记者会 他说这次最遗憾的事情 就是必须要戴着口罩 因为没有办法看清楚 每一个人的脸 那谈到启动了旅游泡泡 一个当然是为了经济 也为了观光 那立项则是为了医疗 因此来台的第一站 就是到星光医院做了4万元的健康检查 俏皮的比出手指爱心 举杯庆祝台博友好 更象征即将展开的旅游泡泡顺利成行 伯乐总统会数人29号开启访台行程 晚间在下榻的金华酒店举行国际记者会 记者会后由行政党苏贞昌坐东 设宴款待 会数人在会中提到 帛琉重度仰赖旅游业 但英国际疫情重创 不会言来台就是为了经济理由 深感台湾医疗好棒棒 因此来台第一站 上午便到星光医院进行健康检查 利用高阶的镇子断层造影 进行全身癌症筛检 大约4万元 离开时还比赞直呼fantastic 来台五天四夜行程马不停蹄 30号下午将在府内和总统蔡英文见面 晚上小英在台北宾馆设宴 31号则南下参访船舶水产养殖业 4月1号下午搭乘帛琉泡泡手搬飞机返国 配合伯乐总统会数人来台 首发团提前到4月1号出发 旅行业者抱怨相关配套准备不及 蓝客人数有限 旅游泡泡如何吹得更大 帛琉之旅或许是最好借进 记者综合报导 请 soda 打赏houses 感谢观看